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叫管颜平 2017年3月 我来到了云南省陆江州 做医疗帮扶工作 听说他们有找找找找的 就会因为一些不良习惯 就会丢失了自己的生命 那个时候没修路 住在山上 交通非常不方便 又窄 弯子又多 我们的车只能到它的山脚下 从山脚下要爬半个小时 刚刚从城市来 哪会爬山呢 爬不动的 而且他们这山很陡的 我们下午盖心电图和小便机 就这么端着太难了 才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背着山山 就去买了贝楼 所以从此以后 我们就把东西就放到这里都背着 那就安全好多 背着这样锁 还能扶一扶 来 绳子 他们血压去给它撤的时候 都不是很好 那么年轻 将近一百五 书张压都九十多 也不怪他们 因为以前 公山这边是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有二百多天在下雨 下雨就特别阴冷 就是靠酒来取暖 下乡的时候就发现了 他们有一个二十多岁 因为喝酒就走掉了 看到这种现状以后 就想到有很多东西也需要去做 三个月 我们才刚刚了解到 面临到了要轮换 刚刚想要做 还没做 不甘心 我想做这方面的一些总结的时候 我就知道时间不会短 当时我就申请了三年 过去他们是不洗澡的 见到公共浴池 大部分的都已经废弃掉了 体检的时候 你坐在这面对面 那身上的味道不说 尤其那些老年人 他会尿失劲的 大小便以后要洗手 便前便后要洗手 身上那个尿味 特别特别的浓 好多我们医护人员 就没办法戴口罩 但是我养成一习惯 不要戴口罩 虽然他脏 他知道你是嫌弃他 还是不嫌弃他 跟你很不贴心 很多疾病他也不跟你说 然后你要想给他做点健康宣教的话 他更不接受 其实这里的每一个老百姓 都是特别特别淳朴的 你对他好 他是能感受到的 走路的时候都可以做这个断链 都可以做这个断链 都可以做这个断链 不要摇啊 你要做这个断链 就把这个肌肉给上去 好漂亮 血绿菌这个病人真的是很特殊 至少二十多年没出过房门 我们也是第三次 他才让我们测血压 才让我们能碰到他的身体 能听一听心脏 刚开始来的时候 看到一个 从上到下都是黑的 就像野人那种 你跟他说啥都没有反应 漂亮 好 喜欢吗 叶神不好看 我有他 我不是的 自己会洗头了 太好了 他能有今天的状态 我们都很欣慰 他妈妈叫打鸡 每次看到我们来 就是笑 就是笑 就特别开心 他也很喜欢我们来 因为他知道我们来 让他儿子有了很大的改观和进步 笑一笑 亮一亮 亮不亮 我只是想在这里 能多做一点 就多做一点 就是想能让我自己这种快乐 这种健康的思维方式 生活方式 感动身受的 能让他们慢慢的领会 慢慢的自己也会 逐渐逐渐走上这一个健康的方向吧 现在我已经不止我一个贝勞医生了 现在好多贝勞医生 每个人都能遮出 打鸡络逐渐 嘚 align 两年多来改变 不仅仅是交通 现在我们国家给他们异地搬迁 房子都是标准化的 村民住得很近 就来的也比较多 所以他们的健康就能多一些地普及下去 健康意识改变得相当大 不仅仅是交通